2004年3月 印度泰米尔德纳邦的旅游圣地 科代卡纳尔景泽一人 但当地人却并未觉得喜悦 因为他们听说 别墅里那个怪老头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 对于这个老头究竟做过什么 本地人并不理解 但大家知道的是 没有了他 大家的收入又降低不少 因此整个城镇的人都有些郁郁 在别墅里 那个老头此时也在眺望窗外 频繁的中风让他苦不堪言 他已经感受到自己大县将至 2004年3月18日 亚当奥斯本在家中理事 据说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地狱里应该设置个特殊的地方 供人用瓷盘备份 1939年 亚当奥斯本出生于泰国曼谷 对于亚当奥斯本的国籍 一直是个玄学 因为他的犬父亚瑟是个神人 字面意义上的神人 亚瑟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 学了几年神学后 开始严重怀疑耶稣是否存在 因此被学校扫地出门 无处可去的亚瑟认读了泰国 在泰国期间亚当奥斯本出生了 遗憾的是1939年的泰国 由于反西方的政策 对白人不太友好 儿子刚一出生 亚瑟老爹就带着全家跑到了印度 然后这个曾经质疑基督教义的神人 居然皈依了印度教 经常修缠做法 成为了一代神棍 所以出生在这样家庭里的亚当 是一个泰国出生 印度长大的英国人 由于这样特殊的家庭经历 小奥斯本无论是在印度人 还是在英国人中都属于异类 半岁婴儿下山坡 经历都比你野多 经常有小孩排挤他 但小奥斯本在这方面从不差事 从五岁开始 奥斯本就开始与小伙伴们 从物理上打争一片 而且还可以用英语 泰米尔等多种语言散发福音 八岁那年 他就已经可以提着木棍 到处追杀同学了 十一岁那年 奥斯本回到了英国 很快又靠着超强的战斗力 成为了学校里有名的Gard Sun 由于威名在外 同学们都不太理他 因此对于奥斯本来说 他的童年始终在孤独中度过 在这样的孤独中 奥斯本悟了 未经农场而悟道的他认识到 什么基督教印度教 都是扯淡的玩意儿 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1957年 奥斯本进入伯明汉大学化工系 由于英国对无神论者不太友好 毕业后的奥斯本 直接跑到美国读博士 并且在1968年顺利毕业 成为了翘盘石油的一名化工工程师 来到美国后的奥斯本 是有一些失望的 他原本以为 这块新大陆的宗教氛围会淡写 但结果发现 美国对无神论者的态度 和代用一样不友好 在新公司里 奥斯本很快又被孤立了 然而在一次工程师聚会上 他结识了一个改变了终身的人 李菲尔斯斯坦 和奥斯本一样 李菲尔斯斯坦也是一名唯物主义者 因此他和奥斯本很快成为了朋友 但他对奥斯本最大的影响是 小李在当年有个小众又新潮的爱好 他喜欢计算机 在60年代末期 计算机是个超间端的新型行业 而小李是计算机的狂热爱好者 在朋友的影响下 奥斯本很快也成为了发烧友 除了经常研究设备外 他还学会了携带码 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 这项爱好已经影响到奥斯本的工作 看不下去的领导 严肃地警告奥斯本 工作要专注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别的事情上 老祖安人奥斯本愤怒了 你管天管地 你还管得着我玩计算机 这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只有我的工作水平 你是大可不必放心的 这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要是再多管闲事 可就别怪老子摆烂了 没想到 领导毫不含苦 他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所谓摆烂 是指能做好而不做 就你这水平 不用摆 你本来就很烂 一番对各自家族的友好质疑后 奥斯本当场辞职 然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失去工作后干点啥呢 由于跟领导在交流意见的时候 态度过于决绝 在化工行业里 自己肯定是不太好混了 可是 除了化工以外 那倒是不假 但水平充其量 也就比业余学手高一点 根本算不上高手 拿这个赚钱基本不可能 找不到出路的奥斯本 开始变得暴躁 有一天 他买了一本计算机杂志 回家随手翻翻就爆走了 里面那些技术文章 要么他根本看不懂 要么通篇废话啥也没有 奥斯本狠狠把这个破烂 砸在地上 我自己写都比他们强 就这么随口说的一句话 让奥斯本的内心 瞬间南北冲透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软件水平是半桶水 硬件水平也是半桶水 但两个半桶水加在一起 就是一桶水 通过这本 《绘色别角》的书 奥斯本敏锐地察觉到 计算机行业的一个问题 牛逼的是真牛逼 不会的是真不会呀 简单地说 当年的计算机行业 就像一些开服十年的老游戏一样 只存在顶尖高手和 萌新小白这两种群体 根本没有中间态 高手们交流 满嘴黑话且口 小白们听都听不懂 但高手却并不屑于教人入门 因此如果没有熟人带路的话 计算机行业比黑道都难入行 对于大量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外行来说 他们迫切需要有些说人话的教材 但偏偏市场上 所有的计算机公司和出版社 都没有意识到这点 于是一个想法在奥斯文脑中形成 既然存在需求 就应该产生供给 我虽然技术水平不算高手 但搞科普足够了 我可不可以用新手能听懂的语言 为他们解释计算机的那些技术名词呢 更进一步的 市场上有那么多计算机产品 但他们弄的说明书老手不用看 洗手看不懂 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编织一些 人类能看懂的说明书 然后把它直接卖给厂商呢 找到了行业蓝海的奥斯文立刻行动 他搜罗了市场上比较主流的硬件 为他们配上了通俗易懂的说明书 很快传出了一本计算机傻瓜指导手册 在小范围传阅反响破家后 奥斯文兴冲冲的走进了出版社 然后又怒冲冲的离开了 因为出版社的回复很直接 不合作 由于多年来的高入门门槛 这本小册子 他们根本不知道意义在哪 也不知道潜在市场有多大 因此各大出版社都是不明觉力 慢走不送 屡屡烹闭之后奥斯文怒了 送给你们发财的机会都不要 我自己干 1972年 他创立了一家叫奥斯文和同事的 小型出版公司 专门出版印刷计算机相关的书籍 事实证明奥斯文的眼光超准 奥斯文的书一上市就广受欢迎 连带着奥斯文本人 也超越了众多技术高手 成为了行业名人 不少专业杂志向他约稿 很多硬件厂商也花钱求他 给产品一说明书 比如英特尔 更有很多计算机公司 把他的微型计算机概述 搭配着产品一起卖 让这本小册子 居然最终销量达到了 精人的30万册 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之后的几年里 奥斯文的出版公司 陆续推出了40多本计算机书籍 让奥斯文成为了70年代 美国计算机图书界的名人 直到他加入了一个组织 在计算机发展史上 1975年是特殊的一年 在那一年 一群计算机爱好者 在加州成立了一个组织 叫做加酿计算机俱乐部 这个组织当时 云集了美国计算机圈的 顶尖人物 其中有一些 后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比如乔布斯 而作为行业名人奥斯文 自然也很快被吸纳入了组织 在这个高手云集的组织里 每个人几乎都想为自己 传出独特的计算机 看着突巴拉就老到祖师爷 而攒着攒着 毛肚子就来了 1976年2月 一封名为 是电脑爱好者的公开信的文章 在媒体发表 作者是比尔盖茨 在70年代的美国 计算机行业还相当原始 大多数人尊重硬件的版权 却几乎没什么人 在乎软件的版权 对于软件 大家都是报出学生般的白嫖 比尔盖茨认为 俱乐部里的那群发烧友 白嫖了自己软件的版权 我们这家叫微软的小公司 当年虽然还没什么名气 但也不是能随便白嫖的 白嫖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比尔盖茨的这封习文 俱乐部成员反应不一 奥斯本私下给盖茨写信 认真声明自己并非小偷 还随心付上了钱款 而乔布斯的声明 自己的软件都为自主开发 并且免费分享 更多的人则对盖茨的质疑不屑一步 表示我们靠别人机会员 靠自己看广告 坚决不会给你一分钱 就在双方的斗争 你来我往时 奥斯本又一次看到了商机 他认为你们这么做都不行 在70年代的美国 计算机是个很罕见的爱好 除了门槛高外 更重要的是 这强爱好非常昂贵 那阵子的计算机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 原始到了 简直像是秦始皇灵里挖出来的 但它的硬件并不便宜 软件也非常贵 而且实现不同功能的软件 要分别花钱 这种样样收费的模式 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的门槛 大多数人都是旺盖兜里没钱 也就止入了自己的渴望 这样旺没止渴的现象 极大地影响了计算机行业的扩大 1975年 比尔盖茨的公开信 引爆了软件独立潮 这引起了奥斯本的注意 1976年4月的一个中午 奥斯本在一家电子用品商店里 吃汉堡 此时一个小白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这是一个典型的计算机萌新 小白的要求很简单 我要一款便宜且轻便的计算机 作为行业老炮 老板很耐心地给他解答 表示 计算机行业里 便宜、轻便和高性能 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便宜的东西一定不轻便 也不可能性能好 你要既便宜又轻便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愿意牺牲性能 按照奥斯本的想法 老板都把话说到这儿了 这个小白肯定选择放弃价格或者重量 结果他没想到的是 小白却选择了牺牲性能 小白毫无犹豫地表示 我就是要既便宜又轻便的计算机 性能无所谓 我们不求什么体验 够用之行 在那一瞬间 奥斯本意识到 又一个商机到来了 他想起了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能在当年的美国 脱颖而出 靠的就是超级简的福特梯行车 福特梯行车 简陋到连油量表都没有 想知道上多少燃料 要用一根棍子往油箱里吼 然而就是这样的汽车 却成为了划时代的作品 因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对于商品的要求 真的就是够用就行 不是每个人都是发烧友的 有了这个想法后 奥斯本当天晚上 就冲进了老朋友 李菲尔德斯坦的家中 要求他帮忙设计一台计算机 随着硬件配置一个个的确定 菲尔德斯坦差点被一口咖啡枪死 所有的硬件都完全停留在 仅仅够用上 这也算个计算机 奥斯本告诉他 这就是计算机 这个设计的难点 不是组装硬件 而是要让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紧凑 小到一只手就可以临走 但成本必须低于500美元 听完这句话 菲尔德斯坦明白了奥斯本在做什么 他当机决定接下这个活 但你的新公司 一定要给我留个位置 由于对自己的想法信心十足 奥斯本决定all in 自己的图书公司卖掉 然后立刻开始筹备自己的计算机公司 1980年初 奥斯本计算机公司完成注册 然后他就开始了一轮 异常艰苦的谈判 这也是他的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软件授权 经过充足的市场调研后 奥斯本调查了市场上 畅销计算机的软件安装情况 选取了必备的软件 开始分别谈判 找到其中最便宜的 然后批发 奥斯本的谈判逻辑是 只要你的价格足够低 我就可以一次性给你一大笔现金 买断这个软件的使用权 至于我用多少份 那你不要管 秉承这种谈判方针 奥斯本意思获得了操作系统 文字处理等 所有必备软件的授权 虽然看似付出了不少钱 但只要销量足够多 分摊下来的平均成本 可以达到无限低 1980年初 奥斯本终于搞定了一切工作 他带着名为奥斯本 一型的便携式计算机 参加了展会 然后直接引爆了整个计算机行业 这款计算机是一望而至的 画时代作品 因为它只有一个手机箱大小 重量也只有区区24斤 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 奥斯本一号在功能上 实现了大满贯 所有常用计算机 有的功能它全都具备 甚至还有个显示器 虽然只有5英寸 但这种将所有硬件 集中在一个手机箱里的设备 还震撼了全场 后时有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笔记本电脑 在软件方面 奥斯本一号也堪称惊人 它预装了足足15款软件 从文字处理到电子表格 从财务功能到编程语言 甚至还预装了两个游戏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它的价格 在展会上 奥斯本宣布了这款计算机的价格 1795美元 1795美元 到今天也可以买到一款顶级的电脑 不要说在1981年 然而 在奥斯本宣布这个价格的时候 现场的所有人都认为 太便宜了 太实惠了 因为奥斯本一号里 预装的软件 如果单独购买 正好售价是1795美元 等于购买者 白白获得了一套硬件 45入等于白减钱 市场很快证明了奥斯本的眼光 1981年投产后 这款性能极其普通的计算机 在8个月内卖了11000台 而且还有5万台的订单 限于产能在等待交货 尽管产品护装率超过了10% 但凭着超高的性价比 它还是卖疯了 从1982年中期开始 奥斯本一号的月销量 稳定在了1万台左右 为了准时交付 奥斯本开始疯狂扩张 1980年公司成立时 只有他和菲尔森斯坦两人 一年后公司就飙升到了3000人 到1983年初 短短不到两年 奥斯本就赚下了足足1亿美元 要知道 1982年美国首付的资产 不过20亿美元 奥斯本巨大的成功 让整个计算机圈目瞪口袋 然后奥斯本公司就破绽了 1982年的奥斯本过得非常爽 那个年代的1亿美元 实在是个不小的数字 但奥斯本并不是小富基安的人 他很快就着手开发第二代产品 而且他公司的第二代产品 已经可以被称为笔记本电脑了 因为他要求把电池也加上 基于之前的成功 奥斯本二号刚有个设计出行后 奥斯本就开始在媒体上造势 他不停在各个场合口嗨 表示下一代产品即将上市 它更轻更美 显示器更大 也更便宜 但集成的软件却会更多 而且它还有电池 整个计算机圈再次飞躺了 全国各地的发烧友欢辛苦 然后正当奥斯本志得一满的 等待创造第二个神话时 他却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 随着奥斯本不断的追趋 奥斯本二号的性能 奥斯本一号的销量开始锐点 搞清了原因后 奥斯本后悔的直辞牙 妈的草率了 如果大家都等着买二代产品 谁还买第一代呀 对于这个完全意外的现象 奥斯本根本就没来得及调整产能 工厂还开足马力 按每月一万台的销量风光生产的 两个月下来产品积压如山 但第二代产品可还在设计阶段呢 手足无缩的奥斯本 赶紧一边下进减产 一边死命要求把二代产品弄出来 咱们赶紧推出新产品 该没事了吧 不好意思 其他股东不同意 你之前生产了那么多奥斯本一号 如果都包废在了库房里 咱们得赔得当裤子 所以绝不能推出新产品 必须把库存消耗光 就这样 在旧产品消化慢 新产品不投转的盘怀期间 被奥斯本打梦的对手反应过来了 IBM和苹果 纷纷按照奥斯本的思路 上市便携计算机 失去先手优势的奥斯本 节节外退 自己越来越紧张 几个月后 这个行业先驱彻底没有了翻身的可能 1983年9月 奥斯本计算机公司申请破产 这家一夜爆红又快速破产的公司 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专有词汇 奥斯本效应 即新产品的预先宣布 会导致旧产品的需求灾难性崩溃 不过 对于这次受笔昙花的创业 奥斯本丝毫不介意 他后来还经常调侃 自己这段失败的经历 当然了 这可能主要也是因为 公司破产 不是他个人破产 奥斯本公司破产后 奥斯本认为 计算机行业必将迎来大发展 软件行业也必然爆发 在找蓝海这方面 哥们的眼光从来没差过 因此 他很快就注册了一家 名为评装书的软件公司 公司成立后 奥斯本网络了一大批程序高手 要求他们专门编写 简单廉价的软件 我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 只要能实现最基础的功能就行 比如文字编辑 电子表文等等 别担心这么着钱 咱们可以先低价后高价 只要咱们的便宜软件 占领市场 急死其他竞争者 以后慢慢出新产品 迭代收费 咱们都有得赚 事实证明 这一次奥斯本又对了 他的产品 推出的极简软件 迅速以超低价 获得了用户和厂商的欢迎 销量节节攀升 然后找事儿都来了 一家叫莲花公司的软件公司 起诉奥斯本的公司 剽泄他们的产品 这家公司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胜诉 只是为了用法律风险 来阻挠奥斯本的公司发展而已 所以 虽然最终法庭判定 奥斯本的公司胜诉 暂长达六年的官司 让奥斯本的公司销量 一落千丈 创意也被他人借鉴 结局也是一如既往的 一如既往 对于这次失败 奥斯本感到很惨惜 他不止一次 抱怨过美国的司法效率 他说 如果不是莲花公司的恶意诉讼 也许就没干死那小子啥事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眼光 奥斯本的1992年重出江湖 成立一家 名叫诺提克的软件公司 而这一次 他的创意更令所有人震惊不已 人工智能 奥斯本这一次成立的诺提克公司 希望的是 实现更简单的人机互动 比如语音识别 计算机视觉等等 他想搞的第一款产品 就是一款 可以解放双手的操作系统 通过麦克风收集声音 人一说话 电脑就可以十月出来 并进行操作 相信今天的我们都应该明白 这个想法有多么的超前 遗憾的是 想法超前往往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但过于超前 则必然会失败 设限于当年的软硬件条件 新公司的产品研发一直不顺利 六七九级的奥斯本 长期跟程序员们泡在机房里 终于在1992年的十月的一天倒下了 被送到医院的奥斯本 得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 这次中风没要了他的命 坏消息是 他未来会频繁的中风 直到死亡的来临 在这一刻 宁过五旬奥斯本 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一生 虽然经历了两次失败 但奥斯本的一生依然是成功的 曾有巨大的财富 做出过伟大的发明 这个孤独的年轻人 因为孤独而背井离乡 但走到今天的他 有了无数志从道合的朋友和仰慕者 这就足够了 我该回家了 1992年 亚当奥斯本踏上了 前往印度的飞机 这个曾引领 全球最尖端技术的男人 最终回到了童年的那片山野 开始享受最简单 最朴实的生活 科代卡纳尔 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 森林的礼物 拥有美丽的自然环境 他是旅游圣地 也是自杀圣地 奥斯本决定 在这里度过余生 五十多岁的他回到这里后 慷慨地与本地的百姓们 分享自己的财富和想法 和龙尼一样 他经常给陌生人大打币 也经常蹲在跳崖 劝自杀的人回头 对那些自杀的人进行开导 那些骂你的人你也别在意 看开点就当他们骂狗了 等等 不过 据说奥斯本在当地的 劝说效果始终不佳 很多人被他劝说后 反而更加郁郁了 虽然奥斯本似乎过上了 隐世的生活 但大洋别岸 无数的计算机爱好者 并没有忘了他 经常有人来到印度采访 当被问到 如何评价自己一生的拯救时 奥斯本说 我所做的事和亨利福特一样 就是把一样奢侈品 变成必须品 至于我本人从中得到什么 我才不在乎呢